现在是凌晨三点半 好恐怖哦 本来是老板来接我的 但我想了一下 就这么短的距离 我还是走过去吧 打扰人家来 专门来接我这么早 结果一路上这个狗好吓人哦 吓死我了 哎呦我去 这一路上狗真吓死我了 还好你会儿晚上也是安全的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就走这小的还是有点害怕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这是哪里 一晚走到这个地方 好神圣的感觉啊 尤其是这个猪红色的神殿 太神殿了吧 哇塞 要在这种店铺都关闭 人流稀少的夜晚才能真的感受到 这座露天博物馆的魅力 我经过了各式各样的 妙啊 安娜 神殿啊 他们在网上的景象各不相同 有的就是周身摆满了蜡烛 还有菊花 有的有点像我们的柴子什么样 有的就是住我们做的 有点像日本的那种什么样 反正 我还蛮奇特的 尼泊尔里是个补业城啊 这个泰尼尔去也太热闹了吧 现在 嗨 凌晨4点13分 这里还有警车呢 凌晨4点17分 乐乐老板的摩托车 时尚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大街小巷 怎么这么热闹呢 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 然后有卖奶茶的 他们提着保温水骨 看着这样子 在兜售 我还想这条街这么热闹 登山大神之前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坐飞机 也是在一个街边 然后今天等这个吉普车也是在这个街边 因为是共享吉普车嘛 相当于他们另外一种交通方式 老板就驾着摩托车在这里陪我等 不然在这个黑暗的街道 还有点坦着呢 虽然那条街道这样过去看灯光 那里面就是泰米尔街区就很热闹 但是还是会有点担心啊 哎呀 米布尔的人民大多数都好靠谱哦 好准时啊 他们4点20准时的 就这辆车 这里吗 对 OK 谢谢 很近 谢谢靠谱的旅行者老板 谢谢他 谢谢 然后把我的背包已经放在上面去了 我上车了先 把我的食物和水拿出来 拜拜 OK 哇他专门来接我的 现在4点28号准时哦 说4点半出发就4点半出发 刚刚那个老板说 他说他觉得我是一个advenger 我说不是啊 我做了这么充值的准备 让我一定要注意安全 上坡一定一定 慢慢的慢慢的下山 快一点 其实是最好的 我说好了不记住啊 4点半出发 5点钟到 如果坐bus的话 时间还要更久了 啊 开了10分钟停下来了 你看 现在你看不清 这里是一个 土堆旁边的一个小亭子 当地的人穿着他们的民族服饰 这么早就在这里等车了 明晨5点半 终于把人借起来了 整空做了 9个大人 加上司机 一个英雅 哇 才蛮美的 太夸张了 好多好多人 借在一起 放这些 借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借完了 出发 现在还在家的满度 靠近郊区的边界呢 现在我们还在调整座位 可我们司机还要再加一个人 十个大人 一个小孩 早上6点37 开始有霞光出来了 在这里加油 这就是我坐的车 十个成人一个婴儿 我快被挤死了 哇 看他们的油价 单价 快进来 干嘛 不得看 嘛 你 你 走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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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在一家店吃早餐 这家店的风景还挺好的 你看闭塞的水就已经出来了 那边大片大片的油菜花 全都开了 然后好冷哦 他们这里有汤 然后豆子 土豆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酱汁 还有这一个炸馄饨甜甜圈 我就要了这一个 然后给不给鸡蛋 因为我自己有鸡蛋 所以我就不想要鸡蛋了 看下多少钱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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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零五 我严重怀疑他乱售的钱 因为现在还没有进行山里 沙沙马尔丝 一碗 摸摸 一碗一百餐 到一百六十些 他这一排的素菜 顶多值 一碗 不管了 了 12点17分 我说吧 超带了吧 路又烂 这车子出问题了 现在来修车了 哇 这哪里 这桥倒是修的蛮不错的 让我想起那个银家古的一座桥 像不像 哇 这边的车都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公交车 爷爷公交车 这就是他们的公共bath 更便宜 但行程可能要慢到 至少两到三个小时 而且这上面行李很难放 像我们的行李就可以放在上面 他们的车也坏了 所以这个路究竟有多烂 哎哟 看一下我们的车 说是下面一个什么东西坏掉了 我是感觉在颠簸的时候 有个东西碰了一下 割了一下车底板 有个东西断掉了 说是 这啥断掉了 这是在干什么 这个是什么零件坏掉的 我们要到这里 车子修好 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还没有修好 我就说超赞了吧 十个大人 一个小孩 只得不用小一个空间 现在是一点四十五分 一个半小时 刚刚看到那个那边的崖边 也是这样的吉普车 但是有各种颜色这样开过去 这个风景 吉普风景还挺特别的呢 哎呀不知道我自己来找吉普车 是不是只要一半的价格呀 哦对我看到他们 number了 我拍个照 到时候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哎呀我应该多拍几个吉普车的照的 嗯 是不是 既然能装十个人 看不出满满当当的一车了 好美车了 几个男士 四个男士 再加上第二排四位女士 我们真的是超级 超级 吉普车 哈哈哈 我看我 出发哈哈哈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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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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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出发出发 啊前面还有一个小朋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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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很茫然 这是我们的司机 好继续出发 朝山的深处 喜马拉雅山岸 看司机的喇叭是绿色的那个把手 他刚刚一按这样一按 就连面不断的喇叭声 好神奇 一直看到 哇塞 现在山间 我来六年份的蔓延 下午两点过两分 看到山下 梯田房屋 山间避水 有点恐高 这种顺路的感觉 这边的山还是飞自行的 让我想起 西藏那个318的飞自行路线 其实这样飞自行路线 全世界各地到时都有 然后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个路还是很危险的 原住有很多他方的地方 就是这种碎石子路 突然断掉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种碎石子路 已经算路也很好的了 而这路也很窄很窄 他们也是司机在右边 所以他们让车是往左边让 这个中国人在这边 还是要注意这个驾驶习惯 真的是要去神仙居住的地方 然后看到那个Z字形的路 就是悬崖路 公交车在上面开 又让我有了 毕鲁库尔卡峡谷 看他们的悬崖公车的感觉 而这种碎石子路 那一路上 我们的风景 有点真正恩 是 ��出 我 bland 这路上 也是 休闹 各位 那么 隍 不 概